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是分別向2001年9月11日 被恐怖分子劫機殺害的近3,000人表達敬意 特朗普星期五早上 在賓夕泛尼亞州尚克斯維爾附近的 93號航班國家紀念員發表了講話 當年有40名的乘客在這裡喪生 特朗普說今天向他們的犧牲是表達敬意 他們深深悼念2001年9月11日 與他們身邊奪走的將近3,000個寶貴而美麗的生命 而對美國各地的每個911家庭來說 第一夫人與他來到這處的神聖之地 他們深深意識到他們無法填補大家心中的空缺 或抹去這日的可怕悲傷 他們承諾所有美國人對他們有著毫不動搖的熱愛、 支持和忠貞 拜登在紐約參加了911紀念博物館的悼念活動 拜登星期五稍後的時間前往了賞克斯維爾憑掉死難者 彭斯副總統也參加了紐約的911紀念活動 隨後彭斯參加了附近的隧道至雙子塔基金會的紀念儀式 他與夫人卡倫宣讀了聖經的奪落 新冠病毒疫情下拉開社交距離的指令 和全美國範圍針對警察暴力和種族不公的抗議 為今年的紀念活動帶來了複雜性